朋友们大家好 夏天来来又到了吃凉粉的季节 今天我要做一个蕎麦凉粉 然后把方法分享给大家 首先准备我们的蕎麦锁子 给你们看一下 就是这种 这个是把蕎麦脱了壳之后的 然后装到这种网袋里面 需要用水泡一泡 这个网袋大家可以在网上买 网上卖的有好多这样的网袋 你看这种网袋就比较密也比较硬 这么一袋是二级的蕎麦锁子 我们倒上凉水把蕎麦锁子泡上一会儿 大约三四十分钟左右 泡好了 我们把泡的这个水给倒掉 再来倒上凉水开始揉 就抓到这个网袋里面 我们需要这样一直反复地揉搓 给你们看咱们揉的这个面糊 就是这种粗粗的 比如手这样摇起来它是拉丝的 就可以了 然后换水再揉 倒出来以后我们再换水 看我们第二边也揉成这样的粗糊 然后倒出来继续 看我的第三遍到脊部上干净了 这是第三遍 第三遍的面糊就比较稀了 有时候三遍就差不多了 看一下肉丸的敲面色色 就是这样的皮皮了 它已经没有面了你看 我的手上都不粘面吃 把肉的这边洗面糊 单独倒出来 面糊洗好以后 我们就要开始搅凉粉 然后这一步有一个很关键的一点 就是一个小窍门 把油在锅上刷上 这样的话我们搅的凉粉就不摘锅 现在我们来烧水 大约就是一几条面色色 来这么起来的水 普通咱们家里面的这个碗 先要把水烧开 水开以后我们就要往进去搅面糊 然后开始搅一边搅面糊一边搅 就这样一边搅一边搅一边搅 一边搅一边搅一边搅 把面糊全部搅进来以后 看我们这个已经很稠了 这时候就要用小火慢慢地搅了 不能火太大了 看 已经很稠了 这个是我们前面揉的最后一遍的熄火 把它稠叠一会儿 切的给倒出去 由下面的稠火也给搅进来 我们这个凉粉稠了以后 因为勺子不好搅就改这了 一定要多搅一搅 咱们在这个搅的过程中 要等这个凉粉给冒泡 这样烧的冒泡熬一熬 熬完之后再来搅 至少要冒这么散毁泡 这样搅散毁 这样咱们的凉粉就出来 搅的时间久一点 搅出来的凉粉就比较劲到 iç decir آپ的以后 就很一样 这关键的蚂细 我是大的 小 他的听 肩斥别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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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